范贤走出东宫,回身亲自将那两扇厚重的宫门关好,看了一眼为在东宫四周密密麻麻的人群,脸色平静,心里却在放滚着不知名的情绪。 略平静了一些之后,他对人群最前方的姚太监招了招手。 姚太监随陛下渡过了大东山上的艰难时光,在红老公公为国牺牲之后,自然成为了庆国内庭里的第一号人物,然则范贤仍旧如往常一般很随意地招了招手。 姚太监勾着身子,恭敬地上前听令,从这个表现来看,任何人都对范贤日后拥有无上权势毫不怀疑。 范贤在姚太监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姚太监面色微移,不敢质疑范贤的命令,此时又无法去请示东宫之中的陛下,几番私存,便带着东宫外的一行人往外围撤去,与东宫保持了一长段距离。 范贤也随他们走到了宫中小林的旁边,远远看着那座安静的东宫,猜测陛下和太子此时正在说些什么。 让宫里的这些人退得远些,其实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不知道皇帝一旦盛怒起来,会不会说出一些永远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这更是为他自己考虑,因为天底下只有几个人知道陛下一心要废太子的真实原因,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一手之造。 皇帝知道他的修为,如果守在东宫外,听到那些宫围中的阴丝,谁都不会痛快。 范贤抿了抿发干的嘴唇,满眼忧虑地看着东宫,心想城前外揉内刚,只怕终究也要和老二走同一条道路,细细思量。 其实自己这个人还真是有些复杂,把太子逼到绝路的是自己。 只是,谁能想到,事态竟会这样发展。 他和陈平平暗中做的那些事情,看似驱狼阵虎,不料最后却在人间震出条真龙来。 几年间,陛下身旁所有的人都被动或主动地站到了陛下的对立面,陈平平和范贤终于成功地将陛下变成了孤家寡人,然则孤则孤矣,寡则寡矣,却依然是人世间最顶尖的那位,而且一朝气势尽土,竟要吞吐日月,让范贤不禁心寒畏惧。 东宫里的情势与范贤的猜想并不一样,皇帝与太子父子二人并没有就此最开始的几句话,陷入某种歇斯底里的家庭乡土剧争吵之中,真实的皇族里,永远不会存在马景涛那样的激动分子,有的只是冷漠,冷欲,冷静,冷酷。 皇帝很自在随性地坐在石阶上,两只腿分地急开,看着东宫的门,想着很多年前,自己在宫门之外等候皇后生产的好消息。 那天皇宫内喜气重重,太后高兴一场,但自己的心情在喜悦之外还多了几分凝重。 直到宫外那位也已经怀孕的女子送来了一封信,她才开心了起来,直到对方果然不是世间一般女子,根本未曾将龙椅放在心上,也不曾想过要替自己腹中的孩子谋就看似诱人的地位。 也正是这种态度,让皇帝有些隐隐地不渝。 过去了二十年,这种不渝早已成了被人淡忘的情绪,只是偶尔她在后宫小楼上看着画中的黄山女子时,忍不住会埋怨几句,安知是你的孩子,难道就不是朕的孩子? 二十年了,那个一出生就注定成为庆国皇位接班人的孩子,已经长大,此时正坐在她的身旁, 满头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后,眉眼间有的只是平静与任命。 而那个宫外女子腹中的孩儿,此时却在东宫外面,不知道站在哪个角落中,注视着东宫的动静。 皇帝下意识里,从街前静机上,拿过太子饮过的茶杯,送到唇边喝了一口,却是不知冷热。 我大庆终究见过不久。 不知为何,皇帝选择了从此处开口,缓缓说道, 北齐虽只二代,但他继承着当年大卫之作,内部却要稳定许多, 十几年前北齐皇帝暴毙,皇后年轻,皇子年幼,若放在我大庆, 只怕那次逼宫便会成了即便苦和出面也不成。 礼成前的目光落在父皇拿着茶杯的手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大庆本就是自沙场上打下来的江山, 军方力量强大,习惯了用刀剑讲道理, 礼智帝威这些东西并不如何能服人。 皇帝的目光有些淡漠, 所以要当我大庆的君主,不是一位宽人便成, 必须要有铁血手段和坚韧心性。 他转头望着自己的儿子,说道, 你自幼生长在宫中,不过八岁之时便有了人名, 说道此处,皇帝的唇角露出一丝嘲讽, 不过是帮几只受伤的兔子包包脚, 那些奴才便一味逃母后欢欣, 说你将来必定是魏人君。 一位宽人便是怯懦, 而我大庆必将一统天下, 五十年间天下纷争不断, 各处就王室必不服心, 半百年岁, 却要殿下万年之机, 朕只来得及打下这江山, 守这江山却要你。 皇帝收回目光, 说道, 一位仁君, 一位怯懦之君, 如何守得住这万里江山? 里程前看了父皇一眼, 唇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 这才明白, 原来父皇早在十余年前, 就已经在思考几十年后的事情, 他有一统天下的信心, 却要思考百年之后, 这江山如何延续的情况。 所以, 朕抬了承泽出来, 与你打了一台。 皇帝闭着眼睛, 缓缓说道, 如今想来, 那时你们二人年纪还小, 朕似乎有些过急了。 里程前依然没有开口接话, 本也想看看, 承泽这孩子可有出息, 然则, 不过一年时间, 朕便看出他的心思过尾, 身为帝王当有凛然之气, 而他, 却没有。 皇帝依旧闭着眼睛, 像是在图书一个遥远的故事, 所以, 朕坚定了将江山传给你的念头, 只是那些年里, 你的表现实在令朕失望, 留脸花芳, 夜夜声歌, 把自己的身子骨搞得不成人样。 里程前自嘲一笑, 终于缓缓开口, 父皇, 我那时候才十四五岁, 初识人士, 一心以为您要废我, 夜夜惶恐, 也只好于脂粉堆里熏些感觉了。 有些出奇的是, 皇帝听着这话, 并没有如何生气, 反而是微笑说道, 承泽太不安分, 但他聪明, 终于看清楚了, 朕心里究竟是如何 想的, 可是他已经出来了, 只好继续走下去, 从这个方面来说, 你二哥算是身体振心, 刀或许会被磨断, 但不磨却永远不可能锋利。 皇帝睁开双眼, 平静望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老二没有磨利你, 反而将你磨顿了, 恰好安之入了京都。 里程前笑了起来, 想到了第一次在别院外面看见范贤时的情形, 那时身为太子的他, 何曾将这个侍郎之子看在眼里, 谁知这位侍郎之子, 最后却成为了自己的兄弟, 成了为皇权继承磨炼中最坚硬的磨刀士。 这两年你进步很大。 皇帝叹息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不知是到年纪成熟了, 还是云锐教会了你许多事, 朝野上下都认可了你太子的身份, 你表现得令震也很满意。 听到云锐二字, 里程前的唇角不禁抽搐了一下, 旋即放开心胸, 以极大的勇气微微一笑, 说道, 您让我跟随姑母学习正事, 自然有些效果。 皇帝没有动怒, 只是淡淡说道, 所谓正事, 有疏忽二位大学士教你便好, 其实你也清楚, 真让你随云锐学的乃是权谋之术, 环顾天下, 再也找不到几个比云锐更好的老师, 就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皇帝轻声说道, 还有很多东西是学不到的, 待朕老了, 你也应该看到了很多事情, 最后的帝王心术也应该纯熟, 那时, 朕才放心将这片江山传给你。 李承前的心情有些怪异, 虽然他自幼便是太子, 但是父皇对自己一向是严厉有余, 温情欠缺, 所以才养成了自己的怯懦性子, 虽说这两年来, 自己的性情改了不少, 但是和父皇这样相伴而作, 唯唯互数, 却似乎还是第一次。 按之将京都的情况都将给朕听了。 皇帝温和说道, 你的表现不错, 在叛乱中的表现很得体, 只是有几个问题。 李承前最后一次以太子的身份, 跪坐于皇帝身侧, 攻身求教。 天下治权之争, 不需要任何温情, 不需要任何忌惮, 贺宗为领御使当庭抗命, 你就应该当庭仗杀。 皇帝的目光冷峻无比, 安之说服朝中文臣于登基大典上, 与你打擂台, 你应该下手杀了。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 像是再叫他最后一次, 说道, 只要有人挡在路前, 只管杀死, 这一点, 你不如安之。 皇帝接着说道, 门下中书二位大学士, 还有那些文臣, 你不杀纸官, 这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京都仪式中, 你犯的最大错误, 如果是云锐亲自处理此事, 而不是你和母后商议着办, 或许京都早已安定, 朝堂上血洗一空, 范贤根本拖不到发动的时间。 李承前自苦一笑,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望着父皇轻声说道, 父亲, 您知道我为何不忍杀那些大臣吗? 不等皇帝开口, 李承前悠悠说道, 或许您忘了, 在您有意废除之初, 便是这些老大臣勇敢地站了出来, 反对您的旨意, 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 孩儿或许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但是一个真图报的人, 虽然胡说二位大学士, 乃是为了国座而支持孩儿, 可是我是真不忍心对他们下手。 皇帝沉默不语, 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问题, 半晌后, 忽然开口说道, 朕决意费你之时, 还有人在替你挽回。 里承前一惊, 玄机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 出使南赵的路上, 一直隐隐跟着使团的那方青帆, 微精开口道, 范贤。 他知道王十三郎是范贤的人, 但一直不清楚范贤为什么这样做, 直到皇帝此事点名, 心中不禁涌起无限复杂的情绪, 他不知道自己与长公主间的私事, 是被范贤一手露破, 在心里反复扎摸着, 又联想到是败之初, 范贤准备着手让自己逃离皇宫, 亦是不由正了。 皇帝微眯双眼说道, 安芝是个真人, 与你一般, 偶尔也有真性情。 我不如他。 沉默半赏后, 太子长叹一口气, 然后他站起身来, 极其认真的对皇帝扣了一个头, 肃然说道, 父亲, 孩儿心中对你一直有怨气, 今日能领父皇训事, 心头也好过许多, 只是孩儿邻居前有一句话, 家里人已经死得够多了, 还请父亲日后对活着的这些人宽忍谢。 宽忍, 意思自然是说, 皇帝以往的手段太过克力, 皇帝的脸色顿时变得冷峻起来, 但听到邻居前这三个字, 不知为何皇帝没有动怒, 反而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 看着李承前, 缓缓开口说道, 朕应允你。 一阵初秋的夜风, 从皇城的北边灌入, 沿着宫内的行郎花园, 净水呼啸而过, 平添几分仇意。 活下来吧, 朕可以当作某些事情没有发生过。 皇帝开口, 说了一句让李承前无比意外的话, 李承前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笑,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皇帝手中看心, 自己既然判过一次, 那么再也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 更何况自己与姑母之间的是, 已然露中对方的逆临, 虽然为何这是一片逆临, 始终无人知晓。 一生的幽禁, 李承前不会接受, 身为李家的男子, 杀死自己的勇气总是有的, 他的目光冷静起来, 看着皇帝轻声说道, 此时再来说这样的话, 有什么意义呢? 先前问过, 史书上究竟会怎样记载这一段? 如今, 我们是谋判的乱臣逆子, 人人得而诛之, 与外敌勾结, 会乱宫廷, 您是光彩夺目的一代君王, 您什么事都没有做错, 什么错都是别人的。 皇帝的脸色已经回复了平静, 安静地听着李承前这些语气漠然, 而生生入骨的话语。 但您似乎忘了一点, 不管史书上如何涂抹, 但总要记得, 在庆历七年初秋的这个月里, 京都死了多少人, 李家死了为祖母, 死了为皇后, 死了为长公主, 死了一位太子, 一位皇子。 李承前叹了口气, 第一次用一种平等, 甚至凌鱼齐上的目光, 望着自己不可战胜的父皇, 说道, 您将是史书上的千古一帝, 而您的身边, 则是如此的干净, 干净的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不会孤独吗? 皇帝冷漠地看着他, 没有说什么, 唇角微带轻笑, 似乎是在表示, 灵于九天之上的神奇, 又怎会在意云顶上的寂寞, 与人间的热闹。 然后他站起身来, 走出了东宫门口, 在宫门处时, 心头微微一动, 从秀中取出一封信来, 这封信是二皇子的遗书, 先前由宫典交给他。 皇帝取出那张薄薄的信纸, 看看自己的二儿子在临死之际, 究竟想告诉自己什么。 信纸上是两行无比潦草的字, 笔墨带枯丝, 显见是仓促而成, 然而转折有力, 如刀剑直刺指被, 满是愤怒不甘之意。 庆得抛向朝廷里的第一块磨刀石, 三皇子李承泽, 在最后的遗书里, 对自己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皇, 呐喊着与太子相近的意思, 只是用字却更加刺骨, 更加尖刻, 尤其是最后处的那四个字。 关, 挂, 孤, 都, 老儿无妻是为官, 君临天下无一人亲近是为寡, 丧母独存是为孤, 老儿无子是为独。 大东山延绵京都一役, 庆国皇帝连破天下两位大宗师, 又出清除皇室内与军中的不安分因子, 挑出朝廷中的阴贼, 一举奠定了日后统一天下的伟大工业, 这构置了数十年的大局面, 一朝成为现实, 毫无疑问是庆帝此生最光彩的时光。 然而, 皇后死了, 当年的那个女人早就死了, 太后死了, 陪了皇帝二十年, 为她付出了青春年华的长公主也死了, 太子死了, 二皇子死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 只剩下了皇帝孤零零的一个, 孤家寡人一个。 庆帝冷漠地看着这封信, 手指微颤, 信指素素然, 化成一堆白色的粉末, 从她的指尖滑落, 被东宫门口的秋风一吹, 四处卷散, 有如一场凄青的雪。 她的眸子里, 闪过一丝隐痛, 眉头皱得极紧, 两个儿子临死前的话语, 深深地刺入这位君王的心里, 中年人病上的白发愈发地深了, 眼光渐渐有些暗淡, 眼角似乎有抹失意, 然而她的身躯还是那样挺拔, 坚强地纹丝不动。 东宫的门再次紧紧关闭起来, 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 废太子里程前最后的时光, 必然将在这座冷清的宫殿中度过, 只是不知何时, 皇宫的钟声再次响起, 或者是不屑响起, 只是冷漠无情地看着她的死亡。 皇帝驱散了所有的下人, 只留下范贤一个香陪, 沉默地向着深夜的后宫深处行去, 一路经过晨廊, 经过冷宫, 经过那些漫漫荒草, 再次来到许久没有人到来的小楼前方。 父子二人没有登楼, 没有去看那楼中的画像。 皇帝只是默然看了那方小楼树眼, 然而便毅然决然地转身而走, 沿着秋草之境往无人处去。 范贤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三部处, 内心深处一片沉重, 不需要委事, 是实实在在地沉重。 隐隐约约, 她能猜测到皇帝陛下此时的心情, 接连这么多亲人死去, 虽然这些亲人是她必须除掉的敌人, 可是血肉之情, 没有人能够摆脱。 陛下宛若天神, 可依然是凡间一人, 太上方能忘情, 可若真是太上, 何必在这世俗内挣扎奋斗? 接连的死亡, 让范贤的心情都压抑起来, 更何况是皇帝, 再怎么说, 这位面容有些疲惫的中年人, 他终究是一位父亲, 一位兄长, 一位丈夫, 一位儿子。 二人站在墨西的荒草之中, 保持着默契的沉默, 看着夜里幽静的皇宫。 皇帝没有开口说话, 范贤自然更加不敢开口, 只是谨慎地注意着他侧面的表情。 皇帝沉默许久, 始终没有开口, 他此时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人说, 但是范贤只是他的儿子。 回宫吗? 是。 范贤应了声, 面色沉重, 皇帝回头恰好看到了这丝神情, 心内微微一暗, 对这个儿子的感觉愈发得好了起来, 加上太子先前说过的话语, 不禁让皇帝再次陷入了沉思。 沉思不过片刻, 皇帝有些无力地挥了挥手, 说道, 若身子还是不舒服, 入宫来问朕。 范贤心头一惊, 知道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发现皇帝已经转身离开。 回到御书房, 吃了些夜宵, 皇帝便有些疲惫了。 范贤欲出宫, 却被皇帝止住, 似乎他此时急需要有个人陪伴。 又过一阵, 姚太监进来, 轻声说了句什么, 皇帝点点头, 让范贤自行回府休息, 明日再入宫议事。 范贤领命而出, 却在御书房的门外长廊上, 听到一阵极其熟悉的声音, 那是轮椅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 他知道, 陛下在后面看着自己, 于御书房的昏暗灯光里, 他面露温和之意, 对着轮椅上的那位老人深深一拜, 说道, 您来了。 陈平平终于回到了京都, 回到了皇宫, 回到了皇帝陛下的身边, 就在皇帝陛下最孤独, 最需要人的时候。 御书房内一片安静, 皇帝看着自己最忠诚的臣子, 最知心的友人, 最可靠的战友, 闭着双眼说道, 朕, 把这些儿子逼得太狠了。